请坐 你叫雷雨 对对对 是 这名字挺好记得吧 我对 我那个雨是宇宙的雨 你是土家族的 对 没错 那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好 我先简单地说一下我的工作 半年前跟朋友开了这家洗壶店 他负责包 我负责鞋 因为之前也做过新媒体的工作 累到未穿孔 才意识到黑白颠倒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现在的工作和合伙人两班倒 也能让我更好的平衡好工作和生活 也计划明年再开一家分店 那你下来班会做什么呢 下来班就会约各种各样的朋友 传各种各样的局 打篮球 玩飞盘 一起录营 对于不重视自己生日的朋友 我也会传个生日局给他请身 平时大家各忙各的 能聚在一起的机会 当然要珍惜 因为朋友总在我需要的时候支持我 两年前做生意的时候被朋友骗了比钱 当时心情还特别沮丧的 然后我有一个发小 他也在长沙 他感觉我的状况不对 所以说每次他下班之后 他就横穿长沙过来找我 过来陪我 陪我聊天 陪我吃饭 陪我打游戏 然后他每天90点钟才回自己家里边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 那你还有什么想介绍给在场的女生的吗 没有蜡烛角 对我来说就是家乡的味道 也不知道各位女嘉宾感不感兴趣 有机会的话 以后会带自己未来的女朋友去体验体验